人家说我头发 我从头发剪了之后 我就开始没杀气了 你知道吧 人家说这个头发剪了 没有杀气 我就不相信这个鞋 特别还有人说 这头发剪了 我要打归一个月 我今天我就想办法 把这个魔咒给它破了 50斤目标完成了 今天继续掉 我今天讲到大新军 我今天我给你一个新的目标 新的任务 多少斤 今天还是透驴 钓费还是680 680 得是说200斤上 你打一半行吗 得是说打100斤 100斤啊 对 应该没问题吧 没问题 你钓到100斤以后 我要是钓不到 你是不是又要把我踢水 不用讲了钓不到 你就直接给我下水 钓鱼总是要有进步的吧 对吧 没问题 我今天呢 我也要想想办法了 因为昨天钓了一下 感觉这个塘里面的这个鱼型呢 有一点点 熟悉 今天找一找感觉 看看今天能不能争取 先破个200斤吧 好嘞 你看啊 你也要给你定目标 人家说我头发 我从头发剪了之后 我就开始没杀气了 你知道吧 我师父被牌了几天了已经 人家说这个头发剪了 没有杀气 我就不相信这个鞋 特别还有人说 这头发剪了 我要打归一个月 我今天我就想办法 把这个魔咒给它破了 走 我们这边先开散泡啊 OK 那边清鱼堂啊 今天又是透驴 透驴是1200 我们在这罗飞透驴啊 组卫星呢 就跟我们平常开的一样的啊 我组卫星的话 我选择的是用菊香 因为 我的这边这个位置呢 昨天打过 老鱼比较多 所以用菊香想着打老鱼吧 OK 我们那一份动料也就开好了啊 把这垃圾全部射减起来 终于体验了 世界一切安静 我们开始呢 我们就先抽窝啊 来这些位置呢 我今天想的是坐四个边角 一来四个边角 早就已经全部坐全了 我就还是上堡钓啊 我就还是上堡钓啊 好 好 马上来了 上指导 人进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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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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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岛 看到这口都没有封岛 是不是经过你拍了这么多期的钓螺飞的视频呢 没有见过这种螺飞口吧 任务的螺飞啊 它跟广东的还是有区别的 区别大的很 你知道主要是什么问题吧 什么问题 主要是气温还没上来 这个时候的天气温度比梁广这个时候要冷 所以说温度没上来 活性不高 就像初春的时候在广东吊的时候一样 对 第一条 我们前期呢还是选择了一只三米的玉横 12H 主线2.0 指线的话一个06的P1线 钩子10号螺飞秀 浮飞吃现在1.75克的一只战队飞 条木呢选择是条的一个五木 掉木呢就掉个三到四五木都可以啊 根据鱼口我们来进行调整 看一下它给出来的动作是什么样的 如果说鱼口轻的情况下 我们可能钓木钓低一点钓两三木 如果鱼口很乱 然后鱼口吃口很清晰 口很重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适当的钓低一点 可以规避一些假动作 来吧 这边有优势的 这边有优势的 哇 这边看到吗 那四个边上游都是最快的 发现他们多数都是贴边打 我们不管啊 我们先打中间先玩一下 看一下 小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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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 吸 跑 哪里跑 像这种情况呢 卯到鱼呢 老是出现 看到大家都是一样的 老是出现卯鱼的这种现象啊 就说明一个问题了 就说明 这些鱼呢 是很容易离底的 都是属于离底的状态 特别是我们起肝的时候 下面有口没打到 然后一起肝 再伴随卯到鱼了 那就基本上就可以判定 这些鱼离底的一个水层了 我尽可能 那这撒泡捏死一点 往下面去压 看下能不能压得下去 我来啦 我来啦 飞到肚子上面来了 鲤鱼不磕吗 鲤鱼就不能磕吗 又是鲤鱼 又是罗飞 在窝子里面乱七八糟的 鲤鱼就不磕吗 你敢吃我就敢磕 对吧 照样磕 鱼 速度快吧 这超好帮着的 还是有必要的 用来看 这么自信哪 又上来就两个户啊 随随随便变两个户 不思考一下 哈哈哈哈 随随便变两个户还叫什么 哈哈哈哈 那天剩掉了 拿了三个户来 哈哈哈哈 三个户都没多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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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想法还是要有的 还是可以的 得不到 还没有 没有 掉了 现在 有什么 没有 应该 你 都没有 其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什么鱼 鲤鱼 抓起来 鲤鱼可以抓 鲤鱼可以抓 别慌啊 小鲤 别怕它扎手啊 挖个螺飞还不是亲戚 它身上没刺的 你使劲一把就摁下去 反正你先把手法搞熟嘛 等一下螺飞我飞起来 也一把摁下去就行了 没问题吧 没问题是吧 我马上飞个螺飞 让你按一下 来了 好跳啊 这个螺飞 对吧 你咋过来了 我来看看你怎么讲的 学习学习 你往后面坐一点 让我得鱼飞你脸上去 好 今天人比昨天多一点 今天十几个 可以 又来了好几个 嗯 今天要不下水很好啊 哎 哎呀 我们不打 哈哈哈哈 刺刺下水 刺刺打 我要不就走 要不就伞 中哥一今天差不多有年 这可不怪我啊 风飞了 不是我弄的 哈哈哈哈 先说好 来了 果然小鱼一走就中鱼 啊 啊 真的 今天这个口比昨天那个口还要还要怪 而且口比昨天的口还要轻 动作也没有昨天多 啥动作吗 这是 动作吗 要不要抬 抬吧 这鲤鱼啊 我是来钓螺飞的 不要跳 不要跳 我磕你 你信不信 你再跳 你信一下 鱼很烦啊 我坐着的死亡翻滚一样 跟他的转来转去 早点 走 这啥情况呢 小鱼一走 我就凉杆 小鱼坐这里我不动 啊 啥情况 小鱼估计要染上龟屁了 哈哈 鲑鱼 别会调飘了 哦对 学会调飘了 开始要打龟了 哈哈 来了 快点快点下来 好小的鱼 你看这鱼小不小 我的天哪你来了 要不我就钓不上来 要不就有小鱼 今天钓最小的一条鱼了 来吧 入口 来地 来吧 下去 小鱼那边也中鱼了 今天这会儿我们直输去的口还可以 但是我发现他们打边的口还慢一点 跟昨天的这个鱼形 六个有一些不同啊 现在鲤鱼也打到了 螺费也打到了 去看一下小鱼那边打得怎么样 好像那边也连起来了 说不定今天的话有希望破百 哎呦 这个鱼 太假了 跑鱼 抽 先把窝子做好 我们先吃早餐 这个鱼早餐都已经吃饱了 我还没有吃早餐呢 等下吃完早餐再战 我 我是来叫罗飞的 好 好 那我过来 我过个关系 一定的数量的时候我们就要换库 轻轻的脱 不轻轻的脱 嗯 这饺子就凉了 罗飞早餐都吃饱了 我们才刚刚吃 今天我们这边呢 是在浙江 宁波慈禧地中海钓鱼场啊 今天打的是一个罗飞臭驴 六百八 六百八啊 是臭驴啊 我现在这会呢 这口还可以 这个反正就是假动作 比较多 鸡 毛了一条 看到他们呢 这边当地的钓友呢 都是天边钓 然后我们上来的话 我们就是正钓出去 但可能是这边的一种钓法 我们来的是比较 嗯 晚一些 最好的位置就是那四个角的位置 那边角落 跑比较快啊 然后 这会呢 我们这边呢 打出去 直出去的话 打正窝 可以 还可以 来吧 你是你是鲤鱼啊 你是鲤鱼啊 你不是罗飞啊 还在那里慢慢磨慢慢点 真的是 罗飞 罗飞池里面那么多鲤 它还口跟鲤鱼口一样 哎呀 这种的就真的是 不过这鲤鱼还好 鲤鱼也压秤了 看这鲤鱼 锁喉都锁不住 锁不住锁不住 进去 这二口真的是 这么臭 这么臭 这么口都这么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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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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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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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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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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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